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大家要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鸡蛋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吃的食物之一 而且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荷包蛋 因为它做法比较简单 而且营养保留的很完整 还方便携带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随煮荷包蛋的 今天小编就要教大家 两种水煮荷包蛋的方法 不会散开又嫩又完整 而且营养价值也都锁住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种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碗 接下来我们在碗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不需要太多 接下来我们将鸡蛋打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鸡蛋放入蒸锅中 将它蒸熟 如果大家想要吃到溏心鸡蛋 那么只需要将它开大火蒸5分钟 如果大家想要吃熟一些的鸡蛋 那么可以蒸8分钟 蒸8分钟后我们即可关火 将它取出 接下来我们将多余的水分倒掉 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它取出 就这样我们的鸡蛋完全熟透了 而且非常完整也不会散开 我们的水煮和爆蛋就完成了非常简单 接下来小编要教大家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我们先将锅中的水烧开 水烧开后我们将勺子放在水的上边 将我们的勺子烫热 勺子烫热以后 我们在勺子上挂上一层油 刷一层薄薄的油即可 现在我们将鸡蛋打入 将鸡蛋煮成形 大家可以看到鸡蛋煮大约这个程度后 我们即可将它放入水中 轻轻的 熬煮至蛋黄成熟即可 接下来我们将它取出 就这样我们的水煮荷包蛋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它切开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水煮荷包蛋的蛋黄都完全熟了 大家是否觉得这样水煮荷包蛋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不晓得大家更喜欢第一种煮法还是第二种煮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